如果我们很棒,他们会记住这一点。 你好,我妻子说好人要做到底,所以我会努力做到这一点。 我要感谢Cinema Audio Society的人们提名我们。 我要感谢Kerry Thomas让我与Mike Minkler取得联系,以制作这款产品。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帮助了我。 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才华横溢的人。 我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不能拍电影,音乐或任何类似的东西, 但如果你的对白里有一件皱巴巴的服装,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SA2对话处理器插件因其在后期制作中的有效性而受到高度评价。 在开发一款专门用于对话处理的工具时,是什么激发了她的诞生。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迈克·明克勒的贡献。 她获得过很多次艾美奖。 让我们介绍她。 迈克·明克勒,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喜欢从荧幕上发出的对话,它出现在前面,不一定是响亮的,而是在荧幕之外。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增加一点高频,增加高频时会得到这些刺耳的声音。 而这些尖刺就在那时被盒子处理掉了。 Sonic Soul盒子,它是一个模拟盒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盒子的功能正在被削弱。 它只是一件就装备,定制的,一次性的。 当然,那时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数字时代。 我正在寻找一个人来做一个数字版本。 多年来,我与其他一些工程师有过交集。 他们试图制作它的数字版本,但没有成功,甚至没有接近。 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加里汤马斯说, 我想我知道做DSP的人,这是我的新拐杖。 我喜欢他,完全按照我想要他做的事情,整天,每一天,我从中得到很多通道,而不仅仅是两个。 我的意思是,他听起来完全一样,所以他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不必考虑他。 就像与真正在乎的人一起工作一样,那些真心希望你成功的人,会感觉你的工具帮助了他们,并且想要马上分享。 我第一次开始使用DSP是在第六季权利的游戏中,我在Dialog、ADR和Group上使用它。 我立刻注意到他,只是从中减轻了一点激进。 他以一种制作对话听起来的方式,温暖了我的编组。 他消除了尖锐,他不必坐在那里,然后DQ到一种听起来很沉闷的方式。 他只是稍微去掉了一点边缘,我可以,你知道,用力将我的音讯按入插件,听起来会很好。 安娜利,布兰克,人们会说,您如何看待SA2狗处理器? 他的回答是,他不使用它就是个傻瓜。 哦,我不是傻瓜,安娜利,全力递游戏,八技,是的,我不是傻瓜。 我已经有了它,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现在赶快去买。 我觉得它很棒。 我认为在这行业工作是值得的。